中央社,18岁吴成云因立腺体缺陷,14岁失去大部分视力,只能从眼角于观看世界,他今天说,以前常做屁孩的行为,生病后开始往内心找自己,认识吴成云的乐观与不放弃。 就读新北市永平高中的吴成云下午,在罕见疾病基金会奖助学金颁奖典礼获得杰出裁议奖,吴成云因立腺体缺陷,离患雷博士遗传性是神经病变,一双眼睛的视力在半年间,从1,0迅速退化为0,01,眼前像是堵上一座墙,只能从眼角于观看世界。 吴成云接受中央设计者采访时表示,14岁以前的生活充满乐观和自信,对音乐也很有兴趣,喜欢弹钢琴,但发病之后短短半年间视力丧失,跑了很多医院,却诊后也觉得非常震撼,免不了会有为什么是我的念头,因挫折也不愿再掀开琴盖。 肖传约一,两个月,吴成云有一天鼓起勇气,再把琴盖打开,从满心不确定到重新听到悠扬的琴声,吴成云发现,虽然上天夺走了他的视力,但还有很灵敏的听觉,也有绝对音感,虽然要花比较多时间学,但没有放弃的理由。 吴成云表示,他决定要学适应新的自己,从装水,过马路等生活事务开始学,也开始用盲人电脑,学点字,努力接上常轨,世界虽是从有到无,却开启另一段新的方向。 吴成云说,生病,前他过着每天和同学聊天,玩游戏的屁孩生活,就像一般青少年一样没有多想未来,但生病之后,他开始往内心找自己。 吴成云表示,探寻内心之后,发现生病的吴成云跟以前的吴成云一样,都很乐观,不会因为疾病被打倒,也不会因为别人说,你做不到就放弃,一定要自己尝试了财算术。 虽然才18岁,但因为疾病变得更成熟,也更勇敢接受未来的挑战。 充实对音乐的热情,吴成云从高一到现在,每个月都会到新店慈敌医院弹琴给病友听,客与时间也会到偏乡小学当营队,志工陪孩子唱歌听音乐,感受到助人的热情,也激起他未来想当音乐。 治疗师想帮助更多孩子的信念。